国立基督女子高级中学陈明胤校长借林退休 将由板桥高中林三委主任接任校长一职 与学校活动中心办理卸任新任校长交接典礼 用各界长官到场官邻职设 接任陈明胤校长自2019年上任以来 任职期间在课程发展、校园建设及学生学习等方面 皆显著进步 至于推动学生多元发展营造优质学习的环境 自从108年81号就任以来 我们看到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所以我在108年就建立了微软AI专科教室 同时我们也鼓励很多同学朝着自己的兴趣性向来做一些发展 国立大学升学率现在已经32.2% 我们也奠定了这个宿礼班的一个发展趋势 我们已经跟台积电签订合约来培养未来这个人才的一个奖学金 所以我们希望整个我们基隆影中未来的发展能够这个更前瞻 更有活力让同学能够在这里快乐的学习 新任校长林三伟博士学经历俱佳 除教育学博士外 更曾担任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课程都学 推动新北高中生在地就学 及与国内各大学课程协作共好 均有卓著绩效 我想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来到我们基隆女中的校长交接典礼 过去这几年在陈明英校长的努力之下 我们女中有非常杰出的表现还有成绩 那我相信在林校长她的学经历非常丰富 来到我们基隆可以让我们基隆的小朋友 一定会创造更多的竞争力 我们基隆女中这几年真的有非常卓越的表现 我想我们代表基隆市议会来肯定基隆女中 也谢谢基隆女中的付出 但我们希望市政府可以秉持一个 都是我们基隆学生的精神 同样的照顾好国立跟市立的高中的所有的学生 我希望能够结合在地大留财计划 能够让基隆学子的 不管是在奖学金或者是在整体的一个培育之下 都能够让基隆的孩子能够成长 新旧校长的交接后 基隆女中将有一个新的崭新的开始 也期待所有的基隆人一起看到基隆女中的成长 期待基隆女中在03位校长带领下 开展新局展开新业 03位校长更许下优质基女卓越在线的目标 期待将基隆女中打造成具有特色化 科技化国际化的高中 成为北北基高中学子 优质首选 高明记者蔡启宏 金融市新医区采报报道